北京时间8月2日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 中国女排3比0横扫法国晋级 李盈盈14分 朱婷12分 双合联手贡献26分背后 王媛媛轰下13分的强势 爆发剑齐功 中国女排3比0横扫法国晋级 实力而论 中国队在法国队之上 不过由于坐拥主场优势 对手的坚韧与主场球迷的噪音 还是给我们制造一定困难 仅以第三局为例 我们一度6比2领先的情况下 法国队曾两次发起反扑 追至一分之差 关键时刻 李盈盈和朱婷发挥超级领袖 个人能力之余 王媛媛成为改写比赛走势的X因素 具体如下 王媛媛快攻一比赛一开始 王媛媛连续两次往口快攻 帮助球队4比1建立优势 王媛媛篮网法国队强攻 王媛媛一对一篮网后 曾帮助球队又以10比6领先4分 王媛媛被非对手提升篮网 遏制我们4号位强攻情况下 一度将比分追到9比10 蔡斌指导暂停告诉刁林宇 可以给一给身后球 王媛媛背后重炮钉地板 直接解决问题 王媛媛快攻2 法国队顽强的追至11比11平 王媛媛往口快攻钉地板 第一次保障球队没有被反超 王媛媛快攻三对手 又追至12比12平 朱婷4号位强攻 又被法国队防起 王媛媛继续往口快攻 第二次力保球队没有被反超 摁住法国队反扑势头 且作用不止于此 李莹莹重炮轰炸 由于王媛媛的进攻 已经迫使对手不中点钉防 李莹莹和朱婷 就会迎来更轻松的进攻机会 王媛媛继续单掐篮网得分 王媛媛再一次单掐篮网 帮助球队23比17 彻底奠定胜势 朱婷一击制胜 朱婷重炮钉地板 帮助球队25比19拿下胜利 中国女排3比0完成横扫 若上王媛媛本场比赛发挥的缩赢 有多么出色呢 进攻端 她14次进攻得到7分 成功率球队第二 更重要一点 防守端 全队共计12次篮网得分 她一人就贡献6分 堪称球队第一防守铁闸 尤其是第三局 法国队已经找到状态 并且对朱婷和李莹莹的进攻 有所遏制情况下 王媛媛攻守两端 强势爆发 单局独取7分 剑齐功